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款 是W203 但這台是W203動力最大的版本 這台是W203的C32 那它的除了C數比較大之外 也加上了機械增壓 所以它的原廠動力就已經到達了354匹 比大概192335之類的馬力還要更大 那經過了Pulley的改裝 這個是機械增壓 機械增壓有一個Pulley 經過Pulley的盤的改裝之後 這台約略的馬力大概在400匹上下 所以也是300俱樂部的成員之一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今天要改裝的東西 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它的結構上跟一般的懸吊系統 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這個是後面 因為這台車也已經有改裝了鋁圈跟輪胎 那目前的話是18吋的 有搭了前後配 這個後面的話是255 358 那前面的話是225 40 18的規格 那這個的話是前後配的規格 255的胎寬 搭上大概400匹左右的馬力 應該還算堪用 那這個原廠原來已經有改裝的避震器 應該也是損壞了 所以來做一個鈦換 它原來是一個倒叉的系統 這個是原廠規格的離載穿 它的離載穿的方向還蠻特別的 它的方向還蠻特別 而且它的避震器 我們常常寄到國外的時候 客人會問說 是不是左右邊有寄錯了 其實不是 因為它的避震器 左邊跟右邊 跟Golf的五代六代七代一樣 它的避震器是不分左右邊的 它的離載穿都是這個方向的 那當然有可能因為 廠家的設計不同 所以它有分左右邊 但是正常來說 原廠的還有KT的改裝 它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那它的上座 它的上座盤近很大一個 所以它的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 後面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KT有附離載穿 所以離載穿的長度 比原廠還要短一些些 這個是KT所會附的零件 它的前面的彈簧非常非常大 它的彈簧 因為要合上它原廠的上面彈簧的盤徑 所以上面的彈簧盤徑大概140幾吧 內徑很大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6.8公斤 6.8公斤 那它的離載穿是屬於這個地方 所以它剛剛提到了它的腳管 它的下座避震器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它的防晴桿在這裡拍得到嗎 這個是防晴桿 防晴桿在這個地方 所以等一下防晴桿跟避震器的腳管 這裡會有一個連接 這個離載穿的話 會附KT的話會附短的 那在拆裝像這樣避震器的同時 畢竟車齡有超過10年了 里程度也累積有點多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 都會提醒一下計時要特別注意的 譬如說這些連桿機構的鐵套 這個都算很正常的消耗品 那在拆裝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些鐵套是不是有均裂的狀況 如果均裂的時候就建議要一起做鐵套 因為這個動力比較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煞車組 這個是C32 它的煞車卡鉗的尺寸也會比較大一點點 才能夠應付它大概300多匹的動力 自動力道才會足夠 那這個的調整方式 車高調整方式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不是靠B這裡來改變車高 它是靠筒身的長短來改變 所以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往逆時針的方向把它懸鬆之後 這個整體的長度 如果調長之後它就會變高 如果調短就會變低 那這台車原廠的動力大 而且它的AMG的版本 所以它的車高本來就不高 那原來今天預計設定 大概是一指半道兩指幅左右的車高 那前面的話你的鏡頭戴得到嗎 好前面的話這個是原廠動力的一個引擎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話在這個地方 那W203的系列拆裝的時候呢 它有一顆羅帽是專用的規格 所以它的那個羅帽呢 是需要特工的 特殊工具 特工借一下 需要這一顆 這個呢 在上座裡面呢 有一個齒輪狀的羅帽 很逼近 但是它就是得要用專用的羅帽 為了這台車呢 還有一個專用的特工 就是這台車 那它的上座 剛剛有提到的要沿用原廠 而且上座 它的使用壽命呢 萬一到了時候啊 它的上座會從這裡均裂掉 所以如果 換這一台車 升級避震器的時候 或者是太換的時候 會建議啦 連這個一併做太換 那它下方呢 有一個齒推軸承 這個軸承 不太會損壞啦 通常損壞的是這個上座的橡皮 所以如果有更換的時候呢 這個上座橡皮呢 建議一併把它做更換 來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羅帽特工 從這個地方 這個有兩個缺口 像牙齒一樣 缺口呢 要對準這兩個樓帽呢 才有辦法做拆妝 所以它設計的還蠻特別的 來 植物這個給你 那我們來鏡頭來戴一下 看看這邊好了 那邊呢 有一些東西是需要沿用的 那有一些東西呢 是KT所附的 像這個彈簧呢 它的盤徑呢 就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這個彈簧 就需要合到這個原廠的 的一個上橡皮 上面的話呢 就剛剛提到了 這個的 上座軸承 這個是上座軸承 來 那彈簧預載多少 預載這個彈簧是200長 所以預載3mm 不是3公分 是3mm 幾分鐘啦 把它超過 6分鐘 這樣排得到嗎 還是你過來這個角度 好 它的上座 上座的話呢 剛剛這個上座 這個把它選緊之後 這個彈簧呢 最主要就不能預載的過緊 因為這個需要拆開 正常來說 像日系車我們都有附這些上座 但這台車沒有辦法 因為它的上座 這個也不算上座吧 算是一個彈簧的上脫蓋 所以這個上座呢 會先把它選緊之後 再來 再來鎖附 這個算是陶甲包啦 因為我們沒有把它的上座 那個特殊的羅帽把它拆開 所以我們是從下方來拆裝 這個 這個是在使用特工的部分 鎖緊之後呢 這個彈簧的預載 就剛剛 要3mm 3mm 車高的調整呢 是靠這個下方的長短來做調整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是它原廠的那個 C32的一些特殊的大包 也都跟一般的版本不太一樣 它的大包也有下巴 那動力的版本也是最大的 所以它的設定呢 跟一般的W203呢 是完全不一樣 配備的話 也比較動力 就是sporty一點點 而且這裡有一個特殊的logo 像是155的話 這裡也都有一個特殊的logo 155的話是V8 這台是V6 然後有加了機械增壓 那Compressor的logo OK 以上是今天 W203 C32的安裝KT 道路版避震器的分享 那如果呢 車友有需要試乘也好 或者是有 對產品有任何疑問也好 歡迎到Facebook裡面的 KT Racing的粉絲團 那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那也很歡迎大家呢 來做試乘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掰掰